嗨 歡迎來到新一集 溫村生活 見影輩 我們溫村生活 終於離開了溫哥華 我們今天來到西雅圖 就是溫村遇上西雅圖 而且我們今天有一位神秘嘉賓 他到底是誰呢 來到Pike Marketplace呢 要來的地方就是星巴克 第一間星巴克1971年就開的 你看我們要排隊 就是那麼多人 每天都這麼多人 我們要排到什麼時候 我們來想一下辦法 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位穿粉紫色衣服的先生 好像跟我有點搭 我們去問一下 嗨 先生 請問我可以插隊嗎 插隊 對 小姐 你知道這個嗎 不停 沒有啦 開玩笑了 等你等好久了 還好排大隊啊 還好我們先派他來排隊了 是啊 Hello Ginny 小黃 你好 溫村生活的觀眾朋友 應該已經等這位巨星等很久了 就是我們無大為先生 不知道的看資料 哈哈哈 一定知道 絕對知道 你在我們溫村生活很紅的 紅啥呀 哈哈哈開玩笑 哈哈哈哈 在我旁邊的是很久不近的一位 白油 一個朋友 有一個新的舞蹈啊 這首歌叫狂練 狂練 對 不錯 他練我非常的緊張怎麼辦呢 那個出汗 在在拍一個劇 拍個電視劇 我發現你也演過李小龍傳啊 很久以前 91年的時候 你演誰 嗯 你演誰 就是李先生 你演李小龍啊 欸我學長欸開玩笑 哪裡的 華大 華盛頓大學 華盛頓大學 真的啊 在西雅圖那個隊啊 其實那個大 吳大衛演戲演得很好欸 是嗎 真的他演得很好很自然 怎麼感覺有點諷刺的感覺 其實我不能否認 當霸王別姬 他把頭伸出來的時候 全場觀眾都笑啦 就有個長外國臉的紅衛兵 跑出來 2000年後 沒有啦 很高興跟你們在這邊 在西雅圖見面 因為沒有辦法去Vancouver 所以呢 你們來西雅圖 真的感謝你們 我才要感謝你 讓我們飛出溫哥華 來到西雅圖啊 熬出溫哥華到西雅圖啊 對啊 那麼這裡不錯 你看你是挑了個好地方 這是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的這個店 總店就在這兒 來到這什麼地方 這個就是西雅圖那個 Pike Place Market著名的 泡泡堂之牆 有我其實一來到這裡 我就一直聞到 泡泡堂的味道 我覺得好可怕 前幾年這個疫情的時候 這個地方好像 不應該 不會太適合來這個地方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了 這個就每人會把那個吃過的 這個口香糖 泡泡糖 有些泡泡糖 黏在牆上 什麼時候開始完 還要去做一些研究 你讀書的時候已經有了嗎 有有有有 你有為這麼多口香糖兩天就出來了 我真的每次來這邊都覺得怪怪的 有點 呃 就是有點 就 不舒服啊 不舒服 但是其實仔細看 有些是真的還蠻藝術的耶 就是他們會自己弄一個形狀啊 或者是 對啊 什麼形狀 一個什麼形狀對不對 這個叫形狀嗎 對不對 這個叫口香糖 瀏海 對不對 口香糖瀑布 你看 David 你自己有 黏過嗎 沒有 沒有 我從來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根本就不敢靠太近 所以你要不要過去 其實我要跟David告白一下 告白 真的 我其實一直之前看到你的那個短視頻之後呢 我就一直跟我們的製作團隊講說 我超喜歡五大圍 還謝你 要求不高 哪有啊 我覺得你的聲音超好聽 然後這一次呢 真的是第一次見到真人 本人啊 我發現你好像完全沒有一遍耶 你怎麼保持年輕的啊 太好了 那個其實人都會變老的 然後呢 我也覺得真的有變 變老很多 但是可能都還可以過得去 感謝你 我是認為就是 盡量要好吃輕鬆 不要去想太多東西 然後吃得開心 到處都是吃的 吃得開心 然後最重要是在這裡面 就是要真的要 很多事情就不讓它去 讓你帶來太多的煩躁啊 太多的困擾什麼的 盡量啊 就是有時候吃點虧也就算了 不要去想哎呀吃虧 只要想想想想那麼多 反而讓你越累 我覺得這種東西讓你想越多的話 你老得更快 沒有說我沒有老 但是覺得都都算還可以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 Be happy And Yeah Make your stomach happy 吃得好吃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 看溫村生活電影類 你會永遠保持年輕 這也是秘訣啦 對這個小愛這個節目是 適合零歲以上觀看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上次回來西亞圖是什麼時候 基本上那個我希望每年都可以 盡量就是可以回到西亞圖一趟 來看看家人啊 然後享受一下這邊的陽光啊 避暑一下盡量可以 或者是像聖誕節啊 就盡量可能一年一次兩次 那因為前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能夠一年來一次算不錯了 對啊回來真的是看看家人 那平常回來西亞圖 你都在做什麼 其實西亞圖有三個地方 三個東西嘛 好山好水好無聊 這不是溫哥華嗎 你為什麼要搶我們 所以溫哥華跟西亞圖很接近啊 你看到沒有 這邊氣候也很像 你看在這邊每天都聽到像 像警笛聲對不對 然後呢在西亞圖這邊就是 能夠享受一下就是 天氣戶外 之前David在這邊念書的時候 做的事情跟現在還有地方是不是 都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其實很多是一樣 也很多也不一樣了 像之前就說 講就是吃的東西 以前比如說吃那個華人東西 吃東西的話呢真的 真的比較少不像溫哥華那麼多 好吃的那個像越菜呀 穿菜什麼都有 但是在西亞圖當時的 所謂的華人餐很多都是西式化的 真的地道的中國餐或者是一些小吃什麼 其實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那你想吃這些東西的時候怎麼辦 就等到夏天回到亞洲的時候再吃啊 要不然是最能做一點 解個禪也可以 就這樣子吃 但現在好很多了 茶搖搖杯什麼都有了 沒關係的 那我們今天看了呢 其實都是一些遊客 常常會來的觀光區 西雅圖差不多這幾個地方 必到之處啊 那我們等一下呢 可不可以請你 當我們的一日溫村生活的向導 帶我們去逛一下西雅圖 你自己會去的地方 或是譬如說帶我們去參觀你的校園啊 我知道你是這個華盛頓大學的接觸校友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沒有知道就是傑出校友 校友 從不上傑出 但可以帶我們去看看那個 就是念那個中學高中那個地方 看一看就是這個 就是怎麼普通人怎麼過生活的 嗯 對不對 非常期待 那大家也要繼續關注我們 因為呢 我知道這一次還有一個 特別為David 吳大為設計的一個小環節 你一定會非常想要知道 所以要繼續 我也想知道 關注我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大家在下面留言 感謝我們的所有贊助商 Mercedes-Benz Richman 還有漂亮的衣服 Cortez 讓我們可以飛出溫哥華來到西雅圖 也歡迎更多的贊助商贊助我們 讓我們一起去更多的地方 我們來看之前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